主席 主席,剛才提到的那個沒有相關 現在有什麼可以相關呢 這份文件是廢的 你那個決議案 你告訴我,你什麼時候可以在立法會通過 七一之前一定不行 這是肯定的 是嗎? 7月4日那個會期可以嗎? 我又可以跟你寫包單,又是不行的 前面排的隊伍也不知道多長 你除非再來打一次佔 好了,你這份文件,你現在想什麼時候通過 又是不行的 所以我真的要問一下局長 你有什麼應變方案 你就去到這個新政府了 3C12局 7月1日宣誓就職 工商 及經濟發展局 就不改名 那就沒事了 到明天搞定之後 那就有多兩個局 科技通訊局 國民化局兩個副司長 接著開兩個副局長的位置 常常秘書長 全部都是要在決議案通過之後才行 你這裏現在來拿錢 給了錢你也沒用 剛才應秘書長答了夠夠 大家都亂了 我發覺你都已經是 所以剛才主席提話 沒有相關 想相關也不行 你都沒辦法給我們一個確切的答案 很明顯 所以我只想問一下譚次元局長 你一定是過渡到新政府那裏 宣誓就職3月 7月1日 3C12局一定有你老人家分 在胡錦濤主席面前 很有型 其他人就淒涼過 我的妻子就是陳茂波我的同學 真可憐 不過就未知相失 因為這裏還可以繼續出糧 那你告訴我你是甚麼應變 為甚麼要強行 既然那裏打尖失敗 不如這裏也收工 不用大家那麼辛苦 我經常說後面那裏多淒涼 局處坐在這裏 我們沒有計 我們當然要坐在這裏 不坐在這裏那麼容易 通過了投票 再問